如果一个人学习观世音菩萨 有大悲心 他的心就清静了 因为他脑子里都是想的众生 众生活在苦难中 所以我们要救度众生 要悲心发愿 悲心人皆有之 没有悲心 你就算所修的功德 都是人天果报 小称功德 经中经常告诉我们 大悲为上手 一切清静功德 都以大悲为首要 所以要大慈大悲 明镜与点点栏目